日前,中国内地、巴西及澳大利亚等地的部分研究人员先后发现新冠病毒变异。 有学者认为,一旦病毒变异,致病特点会变得不同。 不过,也有学者认为,新冠病毒变异差别极小,由此作出对病毒致病性、传染性、传播力的推测均属毫无依据。 内地有科研团队近日透过分析103个新冠病毒基因组发现,病毒近期产生了149个突变点,并演化出了L亚型和S亚型。 香港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系教授金东燕3月6日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,上述研究中所指的149个突变差别极小,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并不能得出两种亚型在传染性和致病性上有区别的结论。 他解释道,冠状病毒变异一直存在,但新冠病毒有逾3万个减基,从所有新冠病毒中任意挑出两个,都可能会发现它们的减基存在各位数的差异。 变是肯定在变,所有的RNA病毒都会有变异,但是新冠病毒的变异,差不多是在所有RNA病毒里面最小最小的, 所有对于这些刺病性还有传染性或者说它叫传播力,这些推测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。 目前现在这个新冠病毒它就是不怎么变,变化很小。 香港医学会汇董唐济生则表示,新冠病毒本身不断变异,这一点不足为奇。 最初,湖北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个案开始,有关临床数字如潜伏期市场等, 确诊病人病征都不尽相同,这些均可佐证病毒变异一直在发生。 传染性可以有,本来就是动物之间的传染,之后可以变异到,可以动物传染到人身上, 之后人身上人传人的可能性,初初可能是没有传染性高,之后就可以变异了之后, 人传人的传染性越来越高。 我们看到初初那时候,在患病的病人之中, 他那个临床的症状是比较明显的, 都现在一代一代是不同的人,他里面传播之后, 其实有一部分人出了,就是我们看到没有临床表现, 但是他又感染了,所以你见到他因为他变异, 所以他的传染性越来越强,有些部分病人的毒性就越来越低。 唐济生提到,值得担心的在于,病毒变异后传染性和致病性是否相应增强及提升。 他认为,从理论上而言,病毒精一代又一代人传人, 毒性及致病性会越来越低,既出现无病征确诊患者, 不过还有待专家进一步研究。